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紧急情况汇报 喂 喂 司令官 我是地柏军副军长唐冠英 在龙台寺测被大黄沙 发现大批日军 你再说一遍 在龙台寺测被大黄沙 发现大批日军 让开 你看娘娘 分本老了 把电话先记下来 是 左司令 刚刚接到司法民军报告 龙台寺确实成为一座空城了 不 这不可能 刚寸宁次是个恐高症 他不熟悉山顶作战 他的部队难道是长翅膀 飞到龙台寺的吗 这是怎么回事 巴德鲁将军 你都看见了 日本人打到了龙台寺 打到了我的家门口 接下来 他们打的就是安江 纸匠 整个湘西 可是我的部队呢 却在昆明趴击我 总司令 您看 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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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丁卷探丢 找王要武 找万武自己解决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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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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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队长 牛队长 快 牛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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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26岁 军统芝江战行动队中卫队长 军统特案组组员 1945年4月17日 在大黄沙祖籍战中殉国 冲 冲 越攻发 越攻发 袁队长 冲 左翼方向 自十四日敌四十七师团 强度滋水以后 我第七十三军 以全线营体 目前正在激战中 又一方向敌支三十四师团 在得到敌六十八师团 和敌五十八旅团增援后 于四月十五日 攻占我新宁县城 目前日军正在向美口方向 攻击前进 中路日军 第一陆军 约五千人 于四月十七日渡过滋水 向我第一百军主阵地 芙蓉山 发动禁锢 战线目前焦灼在 盐口铺一线 另有日军一部绕到洞口 与我第十八军正组织梯次抵抗 中路敌军支 第二陆军 约七千余人 目前迂回轮回 我第一百军支 第十九师防线全面告急 还有中路敌军第三陆军 总兵力也约五千余人 目前正在向高沙 和山门阵方向进犯 我七十四军 第五十七师 也已全线营地 君座 目前龙潭司方面 已经没有机动部队可调了 除非 说下去 调回五十一室 是 调 调回五十一室 桥江七场恐怕就保不住了 总司令会 丢得可求的 我就是宁愿丢掉桥江 我也不愿丢掉龙潭司 命令 周知道即刻回访龙潭司 同时命令唐冠英就是把一百军打没了 也要给我夺回大黄沙 是 王耀武的决定挽救了龙潭司 第一百军军部警卫部队和机关人员 全体投入战场 战场很快被从龙潭司边缘 飞回到大黄沙 王晓儿 看见左侧那道裂缝没有 看见了 你带上你的人 你冲过去 把他给占领了 是 不行 这是玩命的 去救我女朋友你别管 走 魂散 热 队长 我们出击吗 你回老岸藏 中国陆军总司令何迎亲 与日本陆军第109连队 第一大队大队长泛导客戟 在龙潭司战斗中 犯下了同等错误 何迎亲的错误 是故此失彼 调兵无序 让湘西重镇龙潭司 即进空城 泛导客戟的错误 是没有利用何迎亲的错误 将近在咫尺 唾手可得的龙潭司收入囊中 如果此时的泛导客戟 坚持再把部队向前推进一步 那么湘西会战 就有可能打成不可想象的 另外一种样子 家和老人与国民革命军 第一百军文公团的男女团员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名物 该写了历史 家和老人与国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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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监狱 监狱是我 不要 是我 监狱 你看着我 是我 是我 监狱 没事了 绸 绸 绸 爸爸 车 李福文 是 明明前位152团 请转前进 是 事业 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师 奉命回防冯堂寺 经一夜强行军 次日临城 五十一师第151团 第152团 第153团 分别赶到张家堂 连河 草泥湾 三家堂 紫平和湾潭一线 完成了战斗展开 此后 将近二十天机战 敌我两军血流成河 日军没能再往湘西腹底 推进一步 板溪一粮精心策划的 池江攻略战 中路突破作战 被遏制在龙潭司的 一片大山里 龙潭司险些失守 这个教训很大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 反击兵团握在手里 终归使心里没敌 新六军空运至江 是再也不能拖了 总司令 说得是 罢电报给廖耀香 要他的三个师 全部集结到乌家坝一带 随时准备空运至江 是 另外 将湘西战场行事 和我军做出的这一应急决定 立刻通报给陈大德将军 回来了 来 把房门打开 是 和他官方待会儿 算是 假的 从此之间 当这一方面这提进出 你才能够 你还能够 我晕晨来 您与药宁 不可能 是 没有 秦宇 静日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往 齐弹 现在是战场时期 只有靠他来捕沈总 谢谢你 灰兵哥 好 怀兵哥 我想知道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 这个我不知道 怀兵哥 我回来是为了求证清白的 难道这很难吗 是的 很难 就算你认为 是尘麻子和肥骨冒充了十一世 可你跟你弟弟的关系 也正是因此才扯远了 你扯不清楚 既然你们姐弟都在山上 到现在你弟弟都没有归案 你们互相不能为证啊 也许 没有说得那么简单 就算你弟弟现在归案了 在整个事情没有查个水落 事出之前 他们不会放了你 要照我说你跑就跑了 你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我回来是为了求证清白 好放开手脚去打鬼子 可是事实是什么呢 你现在回来呢 你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吗 没有 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糕 那有没有别的办法 好兵口 你听 你听外面这炮声 这枪声 日本鬼子已经打进去封山了 你们就不能有一次破例吗 让我出去打鬼子 等打完了鬼子 我再回来 等到那个时候 我再任由你们处置 好不好 好 靳远 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 得陆军祖司令她说了才算 我的事有这么大轰动 你现在在委员长辈 你已经挂了号了 是 你通报情报虽然有功 但是功过不能相提 我实话告诉你 在党国这里 任何一个共产党从哪边过来 他们都会防范得很严密 一个食医师的杨市长 根本就说了不算 你就不该好了 知道吗 把饭吃了吧 我一会儿再来 你可不可以把胡兰请来 我想跟他谈 好 我试试 来 胡兰 陈建宇说想跟你谈谈 你们不是谈过了吗 我是我 他说想跟你谈 他要找我谈什么 我哪知道 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现在人家兄妹俩 想回十一师去打鬼子 这总没错吧 现在多一个人 就多一份抗人力量 你的意思是把他们放了 当然 我没有这个权力 你要由你放 你怎么又抬杠啊 现在我就退一步跟你说 扣押陈建宴 你能够说服我 那没问题 但是现在你继续 关押陈建宇 没有任何道理 太牵强了 关于他们兄妹俩的事情 我已经警示上风了 你等信吧 快 快点 走 快 喂 十四师吗 哪位 值班参谋 韩文玥 韩参谋 我是军部作战值班师 林参谋 廖军长要到十四师 召开紧急作战会议 请立即禀报龙师长 是 我立即禀报 谢占奋 工作 Hold dat 慢走 君坐 听闹极了吗 齐了 开会 自本月九日以来 日军对我湘西第四方面军 连续发动猛烈进攻 虽经我第四方面军各部奋勇阻击 但敌人挺靠其优势兵力 运用迂回 钻戏的战术 向我战役后方猛力推进 其前锋目前已经抵达远水沿岸 鉴于湘西战场的严峻形势 总司令命令我军 立刻做好全军原池纸江的准备 作为纸江会战的战略总预备队 担任湘西战场反攻的主攻任务 诸位 如何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大家应该有信心吧 郡总 信心倒是有 问题是 我们如此庞大的一个野战军群 从昆明调往纸江 运输是个大问题 千里奔袭 我们在昆明 还能调集到多少汽车呢 不是汽车 是空运 全军空运纸江 那当然最好 不过 以美军在昆明的 现有运输能力计算 即便美军 将全部运输机调给我军 而且是昼夜不间断的飞行 恐怕 也难以保证在短期之内 就把我们这支 如此庞大的野战军群 完整地投放到纸江战场 兵归神速啊 真正不等人 王王抢上几分钟 就能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 军长 师长 可不可以组建一支远程突击队 先期开赴相期 这支远程突击队 可以对敌人展开栖息和破坏 打乱敌人部署 是我正面作战兵团 作战更加容易些 对不起 说得好 很好 说下去 实际上在缅北作战 曾亲眼目睹 由英军温格特准将 组建的英军亲戟特远征突击队 他们深入敌后屡见齐功 于是直下想 我们可不可以像英军那样 以组建一支 我们中国自己的 任城作战突击队 你呀 跟我想到一起去了 今天 我向何总司令 一夜提出了这项建议 总司令欣然批准 老师长 我今天到十四时来 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没问题 那就请龙市长 立即从十四时 选调优秀的军官和部队 按照温格特突击队的模式 进行编组 就称 亲敌特支队 下设三个突击队 令派骑兵 弓兵 海击炮 无线电 宣传民事 医疗救护 空军联络 和后勤单位 大致在八百五十人左右 大致在八百五十人左右 我看就由韩文玉 担任支队指卖官 令派一名干练的美军联络官 从堂协助 董事长 你看如何 我没有意见 按军座指示 立即办 那四个小时怎么样 四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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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时 剑角完成任务 剑角完成任务 走 经国民革命军 新编第六军 第十四时 四个小时的紧急调尾 一九四五年 四月二十一日 凌晨四时 中国第一支 现代意义上的 远征特种作战部队 在昆明近郊松林镇小学诞生 立地 向左转 稍息 立正 军长 船长 列队完毕 那这个任务 就交给你了 是 坚决完成任务 出发 向左转 后步 走 林行 廖耀香 为这支部队 起了一个 颇有纪念意义的名字 中国陆军四二一部队 四二一部队 先前突击大队的大队长 叫韩文玉 他是韩文龙和韩文虎的胞弟 快快 走走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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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点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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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次攻击 今天 十三次攻击 中克軍的空軍的因果 失敗 十九次攻击 大日本帝国軍的一等陸戦連隊 不是嗎 不是嗎 空軍 不是嗎 我的空軍已經全滅了嗎 十三次攻击 將軍的空中回路 所以我軍的中國軍的秘密基地 撤退 那些人 都不會被撤退 失敗了嗎 帝國軍人 一定會死的 空軍也同樣 明星的軍隊 燃炭 但是 但是 那些人 會被撤退 你們 我只是衣服 那些人 我懷疑了 別再說什麼 十三次攻击 那些人 是我的招待 我的命令 絕對 走 是 都談方向 敵機十六架 進入二號空運 空襲 大家快去防空洞 快 走 快 鑑魚 快跟我走 是空襲 快 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 老子就是不走 你沒聽到空襲警報嗎 看見誰走誰走 跟我沒關係 你想被炸死是不是 對 老子就是想被炸死 炸鎖算了 行 他不怕死 我們走 把門鎖上 走 鑑魚 我也是要告訴你 你二哥在我們這兒 我 我二哥為什麼會在這兒 為什麼在這兒 我以後再告訴你 但一會兒你見了他 千萬別觸動 好嗎 他人呢 他不來 我去 還命 我以去 不行 坐下 老舅 把他看好 是 還在躺著呢 不要命了 走 滾蛋 走 你別碰我 陳建葉我告訴你 要不是你妹妹 讓我來救你 我才懶得管你呢 我妹妹 她在哪兒 趕快走 還想什麼走啊 她怎麼在這兒 走 快走 快走 二哥 陳玉 你幹嗎 我跟我妹說兩句話 這不是在你家 坐下 她是我妹妹 我跟她說兩句話還不行啊 我說不可以 我說你們這些人 怎麼這麼沒人情味呢 二哥 已經給足你面子了 你應該吃足 你見過辦案子 讓兩個當事人見面穿共嗎 這怎麼能是穿共的 她是我妹妹 我說我兩句話很正常 你坐下 我 二哥 你去聽她的吧 你別激動啊 以後有的事就會和我說 好不好 好 啊 第一分队 遥处积极尾弯 第二 第四分队 向十一点方向冲击 接触敌人 行动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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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掩护 注意掩护 路上 别怕 你们来点刺激的 走 瞧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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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他 快拉出来 守候固定方向有战离 没个章给你了 我进 从这里有一个大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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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 站在飞行中干了 快枪散 ぜ 走 公家 回亚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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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小毒弹了 快叫死他 回街了 火箭 警告解除 坐下 我 二哥 来 靳悦 那里说清了吗 先休息会儿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二哥 他是受你和你弟弟 还有你大哥的牵连 那 这是搞严做了 我替我二哥 感到悲哀 我也是 有民国约法 也有军法 不晓得我二哥 他违反了哪一个法 约法有 军法也有 还有上方的看法 其实 我也有 在军人反省院里边的经历 这也不作为奇 你 军人反省院 是 之前 有一次我没有按照命令 在大母神投下炸弹 结果 你二哥向尚风举报了我 就这样 我进了所谓的 军人反省院 到现在我都开不成飞机 另外 关于我哥哥 如果可能 看看能够做做他的工作 把他拉到我们这边 你不就好 你是不是特别 记和我二哥 没有 是他跟我过不去 他是怕你会伤害我 你不全是吧 他主要是想替党国 清除我这个异己分子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这样看他 不是吗 靳远 请你放心 我不会落井下石的 我绝对不会 华鞭哥 你跟我说句实话 有没有放他出去的可能 我二哥被捕 是因为我的离去 那么 现在我回来了 可不可以放了他呢 我情愿 以我一己之身 换得他的自由 我告诉你 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跟你说了 不光是你的原因 我爹我娘 他们年纪都大了 况且 我娘还疾病缠身 家中三个男孩子 一个个的都 你是小的的 男孩子和女孩子 在父母心中的地位 是不一样的 怀兵哥 就算我求你了 你们给我陈家留条根吧 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啊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这件事情 我说了算 甚至说是 我跟你二哥的个人愿 没问题的鉴狱 不用你说 我马上就放 可是现在 问题不是这样的 现在你弟弟 还有你大哥 你们兄妹三人的事情 已经关联到战局 甚至关联到美国空军 关联战局 关联美国空军 关联 这个人 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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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糟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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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谈个条件 朋友 我是美国人 我们谈个条件 你 你 不要 不要好 我们谈个条件 朋友 等一下 等一下 糟了 不要 等一下 回来 回来 朋友 朋友 我 我是美国人 美国人 我是来帮助你们 打日本人的 是打日本鬼子 我身上有封信 女封很重要的信 朋友 快帮我放下来 这个血爱 让我军 与盟军的关系 产生了复杂的变化 我这么讲你明白吗 我 我不明白 美军机械师被杀 这只是个个案 是个意外 把它说成是美军拒绝新六军的理由 你不觉得太牵强附会了吗 锦鱼 你这么说没错 我在美国受讯两年 对美国人多少有些了解 美国人不会因为这件事而翻脸 他们不会那么狭隘 至于你说你觉得 我觉得 我们两个觉得 没有用 谁觉得有用 得蒋委员长和总司令 他们觉得才有用 所以你敌一敌 总司令志在必得 特案组也不会放过他 好